我是林语,也是何家荣。 莫非是拜着茶中的毒素所赐吗? 学姐,好好的,哭什么呀? 林语实在是不忍心再看叶青梅哭下去了, 她感觉自己心都要碎了,所以轻声喊了她一声。 家荣,你没事? 叶青梅看到林语,正瞪着一双漆黑的毛子望着她, 面色陡然大喜,但是很快地哭得更厉害了, 更加紧实地把林语抱在了怀里大哭起来。 你吓死我了,你,我还以为,还以为。 她哭得很伤心,宛如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 我错了,是我错了。 林语赶紧起身,心中一软轻轻地将叶青梅抱在怀里, 愧疚地安慰道,是我不好,我吓到你了。 我跟你保证,以后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哎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栗震生一个劲地摇头,眼眶泛红,长松口气。 就说嘛,先生这种神仙级别的人物怎么可能会死呢? 窦心一吸了吸鼻子,抹了把脸上的泪水心中诧异。 师父刚才还窒息到面色铁青, 是怎么突然间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了呢? 而且看她脸色似乎比中毒之前还要好得多。 林宇安慰叶青梅好一会儿, 她的情绪这才缓和下来, 但是她的手却一直紧紧抓着她, 似乎她一松手,她马上就会消失不见。 或许只有失去过的人才会更害怕失去。 先生,你一定是喝了这个茶, 才出现刚才那种状况的吧? 栗震生眼慈尽烈,咬着牙, 拳头捏得鸽巴作响。 恨不得立马冲去老湖那里, 把她和她的垫全都砸个稀巴烂。 应该是。 林宇皱着眉头, 望了望桌上的茶水, 心中不由得有些后怕。 还好是自己喝了这茶, 要是叶青梅喝了,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还真得感谢刚才那个抓药的女人。 我现在就去把她的垫砸了, 然后把她抓回来。 栗震生勃然大怒, 抬脚就要往外走。 等等。 林宇突然喊住她, 意味深长地说道。 说不定, 还得感谢人家呢。 话音一落, 她先快步地走到桌前, 突然端起了茶碗, 再次将碗中的茶喝了个精光。 先生。 栗震生面色猛然一变, 一个箭步窜过来, 想夺林宇手中的茶碗, 但是为时已晚。 佳容。 叶青梅面色一变, 猛地窜过去, 抓住林宇的胳膊急声说道。 你疯了吗? 学姐, 别着急, 不会有事的。 林宇笑着安慰她一句, 刚才自己喝了那么多碗都没有事, 现在才喝一小碗, 肯定没事。 林宇喝下去之后, 茶水里的毒素很快便被肠胃吸收进血液里, 刚才那种含义又再次吸来。 但是和上次不同的是, 林宇体内的灵力这次反应极为迅速, 陡然出动, 眨眼间便将体内的毒素吞噬干净, 而且灵力变得再次浓厚起来。 原来这个毒素真的能让自己体内的灵力变得厚重, 似乎对灵力而言, 这种毒素是一种莫大的养分。 叶青梅和栗震生等了片刻, 见林宇这次再没有出现刚才的症状, 这才突然间松了口气。 莫非, 中毒的事儿, 与这茶无关? 栗震生狐疑说道, 不, 和这茶有关系, 林宇一边说着, 一边再次倒了一杯一言而尽。 师父, 既然这茶有毒, 你为何还要喝呢? 窦心仪纳闷问道, 而且你喝了之后, 气色似乎比之前好多了。 不瞒你们说, 我以前偶然服用过一种药材, 体质和常人不同, 这种毒素对我而言, 不止不是毒药, 反而是很好的补药。 林宇撒谎毫不脸红。 那也不能再喝了。 叶青梅突然走了过来抓住她的手称怪道, 刚才那一幕着实把她吓坏了。 先生, 你没事那是你服大命的, 但是害你的人我们绝不顾心。 我必须得把这个狼心狗肺的老胡抓回来。 栗震生怒气冲冲地说道, 先生那么尽心尽力地帮老胡他母亲看病, 这老小子竟然恩将仇报, 简直该千刀万挂。 先别着急, 是谁指使的她, 我还没有查出来呢。 而且这件事情老胡知不知情还不确定。 林宇皱着眉头想了想刚才老胡的表现, 如果老胡知情还能那么镇定, 这个人还真是可怕。 相比较查出是谁指使的老胡, 林宇对茶中的毒素更为好奇。 如果自己把这种毒素的成分搞清楚了, 自己再找材料配置, 那体内的灵力岂不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到那个时候, 就绝对不会出现他给别人肚气、 失真、 晕倒甚至吐血的状况。 而且他早就感觉到自己体内灵力的作用 绝不只是简单地可以用来失真治病而已, 肯定还有更大的用途。 不过暂时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还是慢慢地增强他们吧。 等有招一日能用到, 也好有个遗仗。 想到这儿, 他立马给韩冰打了个电话, 问他能不能找人帮自己化验一下这种毒素。 韩冰答应下来后没多久, 就有一个自称是药检索的男人 过来把茶叶取走了。 过了半晌, 男子就给林宇打了电话, 说从毒素中查出一种很奇怪的植物成分, 但是因为毒素浓度低, 暂时还不确定是什么植物。 问林宇能不能再多提供一些这种含有毒素的茶叶, 他们好集中地把毒素提取下来。 好, 我去试试。 林宇点头答应下来, 正好他也可以借此机会查一查到底是谁要害的。 不过其实不查他也已经了然于凶了, 无非就是自己那几个死对头罢了。 下午他便再次穿起外套赶往老胡的店。 我估计下午或者晚上就差不多了, 你记得多关注这点回生堂的动静啊。 此时老胡正舒舒服服地窝在椅子上, 抱着一个红泥茶壶, 怡然自得地对伙计说道。 哎呀, 万家说了, 只要何家荣一死, 答应我们的店立马就会过户给我。 到时候我们不止收获了一家店, 还攀腾上了万家这条高枝, 飞黄腾达, 炙热可待了。 胡老板,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 这个时候林宇一推门从外边走进来, 老胡吓得一激灵, 手里的茶壶差点飞出去, 惊讶说道。 何先生,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欢迎? 林宇眯着眼睛, 看着慌张的老胡, 断定这件事情肯定和他脱不了干系了。 哎呀, 哪能呢? 快快, 快请坐。 老胡此时也恢复了镇定, 知道既然林宇还能来, 多半是还没有喝买回去的茶叶。 我只是没想到, 您刚走, 这么快又过来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老胡一边笑呵呵地重新泡茶, 一边笑着说道。 啊, 我呢, 想再买一点茶叶, 还是刚才那种? 林宇笑着说道。 还要买? 老胡面色一变, 诧异道。 何先生, 莫非你那些都送人了? 呃, 没有, 我自己喝了, 我觉得喝起来呢, 特别顺口, 比以往喝得多好, 怕你是没存货了, 我就想过年嘛, 买着一点儿囤着。 林宇笑眯眯地说道。 你, 你喝了? 老胡手不由一抖, 面色猛然就变了。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